民国96年7月11号 当年时任桃源国中校长徐洁天迎接退休 当时受过他辅导的校长主任储训班 近百位历届学员们 特地齐居一堂 为他举办毕业典礼 又鸽舍和朗诵的方式来还送这位 投身教育界37年的老前辈 而时任和前任教育局政也特地出席 并颁发奖牌 称赞他认真办学的态度 可说是教育典范 对徐洁天来说不但是种肯定 更是无上殊荣 当年时任教育局局长表示 虽然徐校长退休 不过为了让这位典范教育家 可以继续来为教育努力 打算言并他为县内的教育处训班 专任辅导校长 而接受到学院和立件教育局长的 鼓励和肯定 当时也让徐校长感到 当时也让徐洁天感到相当感动和感谢 他表示老婆总是笑他是个 爱当校长的人 而他也立志终身任职教育界 持续努力 当年时任教育局长 也期望现任的校长们 能传承他的精神 为县内的教育共同努力 继续继续报道